八百六世纪 林宇的心头暗暗地惊叉 这悬一门果然是名不虚传 像这种近乎于失传的针法 悬一门的人竟然也能施展得如此精准 如此的鲜熟 宛如家常便饭一般 着实是让人惊讶不已 可见这斗篷男说的不假 他们门内古书齐方定然不少 但是倘若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这悬一门着实是有一些过分的自私了 身为中医行业的人 在中医示威的情况之下 手握那么多珍贵资源 却不出来振兴中医 反倒是制造出一个悬一门 已经绝技的假象 自己窝在神汉海修生养息 实在是有些辜负先辈所望 众人秉息宁神 等着斗篷男失真完毕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斗篷男失真完毕之后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袁队长不仅没有丝毫的好转 反而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了 脸上苍白如纸 没了丝毫的血色 上官先生 这 这怎么没起效啊 袁赫健壮也着急了 声音颤抖 冲斗篷男说道 这可是他的亲侄子呀 这要是有个好歹 他可怎么和自家家里的人交代 那个袁处长 别急 别急啊 再等等 再等等 斗篷男硬着头皮说道 但是额头上已经隐隐地有了一层汗珠了 袁赫这才趁着性子跟斗篷男又等了一会儿 但是他侄子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好转 随着时光的流逝 反而越发地严重起来 只见他的侄子胸口已经近乎停止了起伏 猴头的气管微微颤抖 显然已经有些气节了 上官先生 您到底能不能医治 袁赫健壮顿时急了 他语气中隐隐带着一股极大的怒气 这再等下去 他侄子就得死了 呀 应该有用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斗篷男漫头大汗喃喃说道 心头惊慌不已 河先生 袁队长的情况您能抑制吗 一旁的赵忠吉低声地问林宇一句 问题应该不大 林宇略以迟疑点头道 其实他刚才看了一眼 便对袁队长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他自信 有信心能帮他医治好 而且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袁队长伤口出的黑气 确实已经被这斗篷男吸出来了 只不过这其中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才变成这样 袁阁听到林宇这话心头猛地一颤 急忙回身问道 你 你能救我侄子 俗话说 病急乱投医马 更何况 林宇还是个神医 所以现在的袁阁 见自己侄子都快没命了 自然也顾不上和林宇之间的过节 声音急切 冲林宇问道 可以睡室 林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神色淡然 那你来 快 救救我侄子 袁阁身子一闪 声音有一些微严地说道 林宇听到他这近乎命令时的口气 眉头一蹴 沉声说道 袁处长 求人帮忙 起码应该说个请字吧 我呢 已经不是你们军情处的人了 你没有权利命令我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帮你侄子治病 是你自己不用的 所以就算你侄子死在我面前 你们恐怕也没有办法 把见死不救的帽子 扣在我头上吧 话音一落 他双手往身后一背 高扬着头 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 傲然的神色 向极了先前 眼高于顶的袁赫 袁赫文言 气势顿时以为 他脸上 汗颜不已 知道林宇是故意 报复他先前 对林宇的语言和态度 但是 一时间 又有一些 不知该如何回答 毕竟 林宇说得没错 一开始 人家林宇 要求 就你侄子来着 自己偏偏 非要相信 那个悬一门的人 小子 你对我们手掌 什么态度 抓紧时间 给我们队长医治 否则 别怪我们不客气 袁赫身后的几个手下 再次围上来 怒气冲冲地 冲林宇喊道 都给我住嘴 袁赫 沉声呵斥了他们一句 脸色变了变 微微地低了低头 神色恭敬地说道 何 何先生 请您救救我侄子 袁某感激不尽 一旁的斗篷男 阴险着脸 神情无比地难看 无言以对 毕竟 他确实没能力 医治好袁赫的侄子 所以 只能 默不作声 好 林宇没有丝毫迟疑地 答应下来 不过 他两只眼睛 锐利地 扫了斗篷男 怀里的土罐子一眼 笑着说道 不过呢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说明 上官先生输给我了 那他答应我的东西 是不是也该交出来了 本来 林宇还以为 得到这土罐无望呢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斗篷男 医治的时候 竟然出了问题 竟然拱手 把这土罐 让给了自己 这也是林宇 为什么 不计较 袁赫先前 对自己的态度 愿意替他 侄子医治的原因 斗篷男 听到林宇这话 身子猛地打了个哆嗦 他死死地 把怀里的土罐抱住 脸色惨白 望着林宇 显然 他有一些 不想履行 自己先前的承诺 袁赫听到了 林宇这话 面色也是一沉 低声说道 确实 愿赌服输 上官先生 现在看来 你寄书一筹 你这罐子 确实得给他 虽然袁赫的心理 也是极其不甘心 但是只怪这斗篷男 不争气啊 他 也没有办法 斗篷男的面色一白 急忙冲 袁赫说道 袁处长 我这次过来 可是为了救你的侄子 你 你不能让我 白白损失我这宝 我这罐子 而且这罐子 不是我私人财产 是我们悬一门的财产 门主之所以让我带出来 就是为了给您 令之一病的 完全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要是就这么给了他 我 我回去 可怎么跟我们门主交代啊 要不这样吧 上官先生 是我请你过来的 所以这罐子的钱 我出 你放心 不管多少钱 我军情处都赔给你 这总没问题了吧 袁赫有一些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 他不想毁掉军情处 跟悬一门的交情 所以打算 替悬一门 承担这次损失 袁处长 这不是损失不损失的问题啊 斗鹏男脸色变了变 接着转头冲林语商量道 那个 何先生 要不这样吧 这罐子 我就不给你了 我给你变现吧 就相当于 这罐子 是我从你手里赎回来的 也省得我回去之后挨骂 多少钱 你说个数吧 在悬一门这么多年 他倒是多多少少积攒下一些积蓄 所以这话说的倒也有底气 此时他跟林语说话的时候 虽然仍旧一副淡定坦然的样子 但是语气恳切了许多 已然没了先前那股隐隐的傲气 也没了那种瞧不起悬阴门之外 所有医师的嚣张气焰 林语看到他这样 感觉到心头无比的畅快 但是这斗鹏男 越不想把这土罐子交给他 林语就越想把这土罐子搞到手 冲他淡然一笑说道 上官先生 不瞒您说 我除了开了一家医馆之外 我还经营着几家公司 手中的股权价值不多不少 但是呢 几百亿还是有的 那您觉得 您打算用多少来赎回这罐子 我才能看在眼里呢 林语这话确实不是吹牛 荣青美颜公司股份 合计凤元祥股份 足以让他身家达到数百亿 而且这个数字 还在随着薛沁和沈玉轩的努力经营 正在变得更大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Pop Anne